再下就是4条应用题的例子 计算方面你用计数机 不用像我之前那样慢慢跟着原理去计算 看一看 第一题 加号买了合容量为二有二分之一升的果汁 早上喝了那么多 下午喝了那么多 夜晚喝了那么多 还剩多少 喝了的意思是没有了 没有了的话你减就可以了 也就是二有二分之一 减五分之二 减四分之一 再减十五分之七 然后按机 按机都是按按 应该可以一条试过的 第一个分数 2ab 斜c 1ab 斜c 2 这个就是二有二分之一 减2ab 斜c 5 减五分之二 如此类推自己按下去 最后答案会出到六十分之八十三升 那升就是那个大家L 这个是英文的符号 大家留意这个是升的意思 再来下一题 这个是升的月升是四万八 那房屋开支占五分之二 交通开支占四分之一 其他开支占十分之三 问你每月总开支是多少 这个占字是为什么呢? 占背后有成的意思 即是说如果你想知道房屋开支实际的银码 这一共应该占了五分之二 再加四分之一 再加十分之三 你计算它总共占多少 最后再加四万八 但你要先确保加法做的 所以这里我们会拿个库湖给它 按几时你可以一条关键 或者你想慢慢来的一步一步 你先按库湖部分 库湖里面加上应该是二十分之九 所以二十分之十九 二十分之十九 然后再乘回这个份数 最后是四万五千六百 钱符号加回来 因为是单位 你认识佔是有成的意思 再下来 青年中心有144个会员 其中十二分之七是女仔 当然不会说只有十二分之七个女仔 你没有可能斩开它 这里其实是有占的意思 即是说女仔人数就是144乘以十二分之七个 七那么多 所以你衍生出有两个方法 第一,Mathlet 1 我们先计女仔人数就是144乘以十二分之七 我计算84个 要么是男还是女 你不要政治正确 又说有第三性那些东西 你144-84 剩下的六十个就是男仔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想计算是男仔佔多少 因为整个青年中心 你当一这样看 其中十二分之七是女仔 那你男仔是否佔一减十二分之七 剩下的就是男仔 你计算佔多少之后 又是144乘以十二分之七 又是你要确保那个简法做了 所以我们会下一个固固给它 也就是说144乘以十二分之五 那你按机器都是出到六十的 那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计算了女仔人数 用总数减回它 第二个 直接计算了男仔佔多少 再乘二个总人数 最第一个例子 就是智兼百日通 余页是-100元 那当然要增值 那你增值的意思就是 多了 多了就加了 然后呢 用百日通买了两个手机套 买了嘛 那你就要减了 一个手机套就是48.5元 那我问你余页多少 那你照做吧 一开始就是-100元 入钱入100元 加100元 这样呢 哎呀 整天都捉到它了 sorry 那你现在就要买两个手机套 那你就减两次48.5元 那就做完了 那当然啦 如果我买10个 就要写10次 那你可以这样写的 我减2乘48.5元 意思是一样 OK 意思是一样 那你按下来 最后答案是-8加100 减2乘48.5 你减到-5 -5的话 即是余页是负数 还欠5元 OK 那当然8通可以欠一次 那所以答案就是-5元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应用题 如何利用那些分数去做计算 如何用分数做计算 那后面呢 会有未知数的运算和解方程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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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